最近有没有感到乏力不舒服 容易过敏呢 但是我每年春天都过敏 老毛病了 您就随便给我开点药吧 我这鼻子难受 老打喷嚏 影响工作 他不影响工作 就不来看医生吗 想毛病嘛 一会儿一会儿就好 虽然不是大毛病 但是也得引起重视啊 而且啊 我还不能随便给你开药 开什么药 用什么方子 得经过你的同意才可以 您是专业的 您让我用什么 我就用什么呀 你现在结婚了吗 定了 但是他没有这方面的毛病 而且我们一个多月没见了 这个不会传染的吧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啊 姑娘 你好像是怀孕了 自己还不知道吗 不过我们这儿不是妇产课啊 我是依据你的这个血检报告 来推测的 这样 你现在去挂一个妇产课的号 来得及 补几个检查应该就能确定了 妇产课 对 四楼 谢谢 我先给你按照这个孕妇的标准 来开药 好吧 你回去看一下 疗效啊 如果效果好的话 你随时再来找我看 怎么了 有什么想法吗 没想法 我就是 只是鼻子难受来开个喷雾 还没准备好呢 惊喜 意外 都有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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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你还可以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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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